李小璐与PG1共度一晚的消息甚嚣尘上 很多细心的网友不仅仅翻出了李小璐与PG1的情侣名 还有同款首饰和卫衣 种种迹象都表明李小璐与PG1的关系实在是过于亲密 而这些年在贾乃亮身边 李小璐已经被宠成了公主 如今PG1事件出现 很多人也不得不感慨 贾乃亮爱得太卑微 把自己滴到了尘埃里 而除了贾乃亮之外 对于这位宝贝媳妇 贾乃亮的妈妈也是格外的关照李小璐 对于李小璐 婆婆将来是体贴呵护 贾乃亮早前在节目中就曾表示 妈妈对儿媳好过自己 不仅仅处处为李小璐着想 还会在李小璐拍戏累了的时候主动给儿媳洗脚 李小璐也曾笑着回应 婆婆对儿媳好是为了儿媳对儿子好 婆婆的一番苦心还曾让李小璐感动不已 而如今 李小璐与嘻哈歌手PG1传出绯闻 不知道婆婆看后内心作何感受 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 欢迎关注优酷土的娱乐微信公众号 微博搜索优酷娱乐 全娱乐早八点 带他更多八卦猛料 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千名福利的资源 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我们下红星周边和千名福利的资源 最好看的人都在关注 颜色资源 并颜色资源